李女士非常注重养生和皮肤的保养,经常买一大堆护肤品,近来她发现自己的皮肤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充满弹性,手臂也显得有些松弛,出于对衰老的担忧,她之后每周都去美容院进行专业的皮肤保养,希望自己的皮肤重换光彩,但令她惊讶的是,经过几个月的美容疗程。 她的皮肤状态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在与美容院的工作人员交流时,她被告知可能患有肌少症,这让林女士感到困惑。 她之前从未听说过这种疾病随后,她了解到50岁以上的人确实存在肌肉流失加速的风险,面对残酷的现实,林女士一时不知所措,于是便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意。 什么是肌少症?随着年纪的加大,皮肤变得干燥,松垮。 这不仅是因为皮肤本身的衰老过程,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肌少症引发的,这是一种由于骨骼肌量的持续流失功能衰退导致的病状。 人类的肌肉不仅是维护身体框架和保持体态的重要因素,而且也与外在形象息息相关,因此,当肌肉流失时,皮肤便失去了其原有的支撑,从而显得松弛,并使得身体的线条变得不再引人注目。 为什么这种疾病更容易影响年长者?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加,身体代谢逐步减缓,而蛋白质的吸收和运用能力也随之减弱,研究发现,在40岁之后,人的肌肉量每10年可能减少8%。 而到了70岁之后,这一数字甚至会上升到15%,但肌肉流失不仅仅会对外表造成影响,这种情况还可能让身体无法保持稳定的姿势,失去平衡,运动能力下降,从而提高了摔倒和造成骨折的可能性。 另外,肌肉是储存能量的重要区域,肌肉量不稳定,可能导致身体代谢功能紊乱和免疫系统减弱。 2.老来寿是鸡少症吗? 古语有云,千金难买老来寿,这说明了老年体瘦的重要性,持续的肥胖会对我们的骨骼和心血管系统产生潜在的压力,从而增加患上各种疾病的风险。 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逐渐增长,肌肉的自然流失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生理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身体存在健康问题,而更多的是与年龄相关的正常现象。 与这种正常的老化过程相反,鸡少症是一种特定的疾病,它导致的肌肉流失不仅更为迅速,而且更为明显,受此影响的个体, 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遭受许多困扰,例如行走。 洗身甚至简单的,家务活都会变得困难,那么来看是否患有减少症,可以通过几个明确的标志进行鉴别。 一是观察身体的整体形态,特别是四肢的肌肉是否出现萎缩,二是肌肉减少的速度和程度,特别是减少的速度是否迅猛,三是肌肉的质地和弹性。 健康的肌肉通常都是坚实的,具有一定的韧性和弹性,而肌少症的肌肉则可能显得更为松弛和无力,对于中老年人群。 了解这些关键区别并进行自我观察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出现不适的症状,应该尽快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和帮助早期发现并及时处理始终是应对健康问题的最佳策略。 三、多做三件事。 远离肌肉流失。 一些老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是不可避免的,这使他们感到有些失落。 然而,医生指出,虽然随着时间肌肉的减少是一个自然过程,但采取以下三个措施,可以有效地放缓这一进程,并减少患上肌少症的可能性。 一、合理运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中老年人选择外出散步以亲近自然并强身健体,研究团队对肌少症患者进行了12周的运动康复锻炼。 并发现患者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提升,当肌肉受到刺激时,它会释放生长激素和其他促进生长的物质,这些物质能增加肌肉的体积和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锻炼可以增强身体对蛋白质的吸收效果,而蛋白质是肌肉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老年人减轻体重并不都是因为肌少症。 区分体重下降是正常的还是由于疾病导致的,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二、均衡饮食,一项最新的营养学杂志。 研究发现,在中老年人群中,多摄入柑橘和蔬菜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瓜果与蔬菜不仅能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它们还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营养。 这种效益部分,归因于果蔬中的维生素C,它能够保护肌肉细胞,抵御伤害并延缓老化过程。 因此,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中老年人应考虑增加果蔬的摄入量,除了果蔬类的食物,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同样重要。 这是因为,蛋白质是构成肌肉的重要成分,人在上了年纪之后,肠胃消化能力不足,导致蛋白质的吸收不足以维持人体的需求。 肌肉、鸡蛋、鸡胸肉、虾类、牛奶等,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通过充分摄入。 对减少肌肉流失有重要的作用。 三、科学养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注重养生和保健。 一部分不良商家为了谋取暴力,大肆鼓吹自家保健品的功效,导致很多人被掏空钱包。 对此,专家提醒大家,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包治百病,一定不要当成药来吃更严重的事。 一些保健品,质量品质不过关,不仅损失消费者的钱财,而且还对身体有害,在生活中,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多喝水,不熬夜,勤泡脚,保持好心态,不生气,就是最好的养生。 这些做法看似简单,实则能全部做到就非常难得了。 当身体出现这些症状,可能是肌肉向你呼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身体。 一旦给出预警信号,提示健康亮起了红灯,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在肌少症初期,身体会出现胸闷和心悸等状况,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识别和回应这些信号。 那么肌少症的预防和治疗将会更为及时,据研究,肌少症会显著增加心血管问题的风险,患者出现此类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至少21%,健康的肌肉有助于有效地处理血糖。 但当肌少症出现时,肌肉的数量和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导致血糖累积并可能损伤血管壁。 肌肉在我们的身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肌肉的减少,人们会发现自己的体力和运动能力下降,疲劳感和虚弱也随之增强。 正常的肌肉围绕关节提供必要的保护,但在肌少症中,这种保护作用、减弱,使关节更易受伤,甚至可能导致炎症。 为了维护我们的健康,不仅要关注这些症状,还需要注意预防和治疗肌少症。 肌少症不仅仅是一种与老化相关的生理变化,它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活动和整体健康造成影响。 为了一个更健康的老年生活,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对待可能的健康问题,保持警觉,并积极采取措施来维护和提高我们的健康状况,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